在社府團體機關的推薦以及憲法徵選後 今年金融獎共分為四大類別 有16位優秀的身心障礙者 分析福利有工人員 家庭招勿改革跟資深極優是來受獎 首頁三號是國際聲障者日 今天我們藉由金融獎的頒獎典禮 我們真的要感謝我們很多的金融獎的故事 那今天我們身心障礙者 有一個傑出的身心障礙者總共有八位 以及家庭照顧楷模有一位 以及我們的在推行身心障礙者的 那一些福利有工的人員有五位 以及志工有兩位總共有16位 今天接受我們的表揚 其實我們是希望未來我們會吵著 對身心障礙者的部分 我們希望都能夠再做友善幸福的那個城鎮 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做獎人士表示 要感謝政府之后的照顧以及提供 能力的機會 從中強大他們的身心生活 未來更有動力 接受感受 但是我們 謝謝連累羨慕 多年來的禮儀跟包容 就給我們學府的機會 因為這個社會 就正經需要讓我們很多 就 呼籲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如果可以出來做志工 自己手就不方便 要怎麼克服這個困難 不會 不會 我們這樣說真的 我常常說 一支走一點路 剛才就有辦法 然後我們就多少做 我要感謝我的世界 引領我 帶入來智障者權益促進會工作 我也甚至自己的能力不足 所以 進修了十年才當了社工 我雖然在智障會服務二十年 可是希望在未來還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 給我機會繼續奉獻 謝謝 謝謝我的視覺 為了響應十二月三號國際身心障礙日 社福團體還用心準備 許多才藝 告你出 展現自信 成就 期盼營造尊重差異 關懷身心障的幸福社會 宜蘭金庸進天國 宜蘭新聞記者張莉菱 採訪報導